歡迎收看 打卡本 我的宣佈日記 今天怎麼換我志頂姊姊來開場 難不成節目是要換我主持嗎 這怎麼不好意思啦 好啦 言歸正傳 今天咱們又不小心給她 呼進來台南 達人們還有很多厲害的口袋名單 要跟大家來分享 怡婷 想聽交響樂嗎 你說在這邊大馬路 是啊 吃台灣米配交響樂 絕對不是蛋糕跟咖啡 可是我現在沒有聽到 交響樂的聲音 來... 靠近一點... 來... 不停 聽到沒有 對 五個三彎 一個煎一度 一個一度彎 好 溜掉嗎 有 他跳舞 他踩的時候都會跳舞 沒有要站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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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他在站起來 就好像在跳舞 然後就是因為他 因為他會一直動來動去這樣子 推來推去這樣子 結果從小看到大 覺得很好笑又很好玩這樣 關於炒這項才藝 台南的老闆們 還真是超級有才 這跟我們之前所拍過的 鱱魚一面女王有異曲同工之妙 一個是炒鱱魚在跳跳跳跳 另外一個則是在炒飯中 加入軟軟軟的暗號 讓美食不只是美食 更是一場精采絕倫的 書意美食秀 這個聲音真的是很悅耳 這個好像你會 偶爾沒聽到會不習慣 對 所以經過這個地方 你就會聽到這個 然後就知道該 車子停下來 先吃個東西 通常當我美食 都是經過 聞到他們那個香氣有沒有 你們第一個是先聽到 那個香香的聲音 那邊它的香氣吸引 然後進來這邊吃 快吃喔 老闆的那個天台 就像是舞台一樣 那些米粒就在那個 舞台上面跳舞 就是一場秀一樣 你知道嗎 站在這邊目不轉睛 但為了完成這場秀 為顧客端出最好吃的炒飯 老闆娘所付出的代價就是 滿受的傷痕 但霸氣的他 當然是絲毫不在意 繼續炒出自我風格 騰出新滋味 而且老闆我看妳很厲害喔 因為妳這個炒飯 它香香香很大力的 但是妳換到這邊的間台 妳反而要變得比較溫柔有沒有 那邊就是冰的冰的這樣而已 那邊不一樣 那邊要有速度 對啊 妳人家站 人家站那麼多 妳就要做得比較快 對啊 我們要把這個速度來做 讓人家站這樣 人家站那麼多 你的店其實是有店名的 有啊 我叫阿翔 阿翔本人喔 就是炒飯香香香 在地人就是 都會給我盒子 給我盒子 總會叫我盒子 叫你 她是不老盒嗎 不老盒 不老盒 小盒 小盒 兄妹啦… 小盒 我也叫盒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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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翔老闆也有認真取好自己的店名 更印上斗大的招牌 但卻始終沒人記得住 唯獨ㄎㄎㄎㄎㄎㄎ莫名的成了 在地人的美食通關蜜語 不過呢 生意要能做得長久 當然不能只靠ㄎㄎㄎㄎㄎ 阿翔老闆靠的啊 這是實力 放這個東西在我前面 其實我是不吃魚的 你不吃魚 對 但是我吃他們家私木魚 為什麼 因為它真的是煎得還滿香的 真的 對 它就恰恰恰 整個就是很香 它沒有魚腥味 它除了保持它的油脂之外 它旁邊的魚肉是嫩的耶 對 好好吃喔 肥嫩的魚肚在鐵板上 逐漸裹上了金黃色澤 老闆仔細翻面 將表面煎到恰恰 魚肉的鮮甜滋味是完全的包覆 一整片的魚肚包裹住白飯 再配上一顆半熟蛋 讓原來只是單點品項的魚肚 飯 燈豆 紅到現在是直接變成了 黃金組合魚肚飯 目前它更是店裡的人氣首選 我覺得這炒飯會那麼好吃 有沒有聽到 就是因為老闆在那邊炒焦想一個 手腳非常的快 手腳並用 腳要站穩 然後手在那邊快炒 才可以把那個米粒 每一個都均勻的打散 吃起來的炒飯才會粒粒分明 阿翔老闆的炒飯 果真是炒飯的最高境界 沙沙醬料均勻的分布在飯上 美食就該是如此的精采 但大家不曉得有沒有注意到 桌上還有另外一盒的炒飯 這一盒炒飯可是大有來頭喔 我們來請剪接師 將時間到回半個小時之前 單手打蛋 對 讓我們要聽到那個交響樂 對 他比較好 我告訴你 這支生餐的 這要拿這樣 要用另一個 這樣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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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要把他放幾種 這樣就這樣 再壓 把它放上 這樣 OK 對 這樣放 這樣放 來 一盒 這一盒 這一盒 這盒當然要留在幫他醬 大哥你放心 你等一下點不是吃我這一盒 老闆會親自在幫你炒 我敢可以叫一下 我給你叫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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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好啦 給你叫一下 好 這支花花怎麼用 這是什麼醬啊 這是有醬油 這樣就好 好 好 這支比較好 有了有進步 比較大聲的 他會嚇到 這樣有進步 這支有進步 有 雖然剛剛大師有出馬相救 炒飯有瞬間的復活一些些 但是炒飯講求的是速度與獲計 怡婷這一盒炒飯啊 感覺已經快從熱飯變成義飯了 看來啊 應該是兇多吉少 有啦 幾個啦 幾個啦 幾個 六九五分啦 好像還沒有唱回答 會比較大 會比較大 是因為我動作太慢了嗎 對 速度也會有 於是乎這盒怡婷炒飯 就一直被晾在桌上 再也沒有人動過它 而阿翔老闆啊 除了是魚肚飯跟炒飯一絕之外 在地的老陶上門 覺得少不了點上這一盤 虱目魚腸 它的魚腸真的洗得很乾淨 超香的 它是脆的 而且後面有嚼勁喔 對 然後就有加了一些那個胡椒 下去調味 好喜歡喔 不只一聽愛 來到這裡的客人也很愛 不管是魚肚魚腸炒飯 老闆是用生命端出 最自豪的料理 這鐵板上敲響的每一天 都足以印證 精采的美食其來有自 我帶來去找一個 我們這邊在地的同班美食 水煎包 接近出路時刻 台南新營明泉路上不起眼的小店 準時出現排隊人潮 好可巧手盼望的是 冒著白煙的大鍋裡 熱騰騰的人氣很不愣 真的很好吃 真的 1.20顆喔 對啊 我們要幾個人吃吃海荷家 跟人家人家想吃 可以來幫忙 幫忙 幫忙就是工人造茶 對啊... 你們這買回去給家人吃嗎 對 鹽公 鹽公吃 對 36顆耶 一個天才的時候 對 真的是三個天才 吃到了就會愛上牠 一吃就餓了 對 如果不吃會不會懷念 會喔 不吃會餓 很特別的 很小心燙喔 好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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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後一次可以吃幾個耶 我... 對啊 看我這麼驚訝 五個 那個皮有像那種鮮豬那種 那種味道 對... 裡面的料咧 料也不錯啊 料不錯 你會在外面買水結包嗎 這邊喔 我就買這邊了 唯一指定這一包 既然鄉親們都如此的大力推薦 那咱們當然也要好好的 來品嚐一下囉 剛出爐的 好燙喔 好好吃 你們看他在冒煙 翔哥 這超香的 因為我一般外面吃那個水結包裡面 就是包那個高麗菜嘛 還有絞肉 跟蝦米有些加冬粉 它裡面有加菜脯耶 菜脯 菜脯是我們鹹味的來源 對 我們用菜脯的鹹 把它調出到適中的時候 那我們就可以少加了鹽巴 味素 這種東西 就最健康啦 對 我們利用天然的東西 去做調味這樣子 真的好喜歡他們這個皮喔 恰恰的皮 很Q啊 很好吃 對 而且它這個水結包皮 我們一拿起來這樣子 我就可以感受到它那個彈性 轉腰轉腰轉腰的 它的皮其實是很Q彈的 白白胖胖的肩包 先讓屁股啊 煎烤出黃金印記 接著呢 翻身讓頭部也同樣上色 一起鍋啊香氣四溢 吃起來啊是又甜又脆 最餐的時候吃一顆 就是幸福的滋味 你們這個醬料喔 感覺很厲害 剛剛很多客人都有跟我推薦說 你們的那個辣醬有沒有 這個旁邊這個辣醬也是很強的 你沒有拿出來我都吃不太下 你一定要沾醬喔 對 就直接讓它擠下去 擠到裡面去 對 這個醬有點辣之外 有點甜甜的 對 甜辣醬嗎 它是辣椒醬 但是它有點甜 對 味有點甜 好好吃喔 雖然店裡呢 只賣單一口味的水煎包 但是只要做到極致 同樣啊能征服在地人的胃 煎包的胎子只要一出爐 就會被火速掃台 一旁的老闆娘啊 只能努力的拚命抱 才能趕上千台的速度 老闆娘 我準備好 要挑戰了 老闆娘 對我有信心嗎 有 好 第一步驟 我剛剛已經起手了 靠左手的旋轉 然後把那個菜料包進去裡面 所以你的左手要跟著旋轉 旋轉之後你的右手順著這個皮的外緣 不能捏得太厚 要薄一點 我知道了 然後最後收尾之後把它捏底這樣 那那個料的量呢 料的量 我們會固定稱那個固定的刻數 為什麼會這樣啊 我剛剛幫你指教一下 還是我可以再拿一張把它蓋起來 好好 哇咧 這麼荒謬的idea 你都好意思說出來 我都不好意思聽了 但很多工作啊 確實需要時間 熟能生巧 尤其是包水煎包 更是需要巧勁 一 何時該厚 何時該薄 都可得仔細拿捏 一顆只要12塊的幸福水煎包 雖然沒有華麗的包裝 但卻用最樸實真誠的好味道 成功擄獲在地緣的心